Hello 大家好 我是KK 我是歐巴 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 KIMIBA MOVE 這是KIMIBA美食運動裡面 相當受歡迎的一門課程 沒錯 我就跟就對了 你不會害怕 你知道我不會怕 因為呢 這個是很popular的課程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教大家 居家也能夠做的版本 這很重要 所以我會有點緊張 因為我們平常上課是上一小時 但今天等於是一個 精華液的版本 我可以跳精華 我可以取精華 你不要亂來 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會直接帶著大家 只要三個做就可以了 因為三個動作的舞蹈 它很簡單又很好玩 那我們會一起做 沒有輔具跟有輔具的兩種版本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也會教大家一些 徒手良策心跳 就是如果你家裡什麼都沒有的話 你還是可以 掌控自己的運動的安全性 跟運動的效果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要開啟小鈴鐺 然後還要怎麼樣 然後給更多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們 帶大家一起來認識我們的頻道 第一個要先教大家量心跳 怎麼量 如果我家裡沒有心跳 也沒有那個運動表 那你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食指跟中指 直接握在你的這個拇指 這個沒有 這個拇指大舉 花一點 下面 然後呢 好這時候計時一分鐘 你可以拿你的iPhone 算碼表一分鐘 開始 好時間到 好多少 六十二下 好 這是我的 安靜心跳 什麼叫做安靜心跳呢 基本上你就是必須要 照一個非常安靜的地方 量你的心跳 然後不如人有任何的動作或說話 這個時候量的心跳 所以人跟環境都要安靜 沒錯 就是你不能在很安靜的環境裡面 對 那就不是安靜心跳 好的 請大家先量你的安靜心跳 是 然後我們這個影片呢 我們幫大家設計了間歇式的循環 如果 你有認真 如果 你有 跟著跳 而不是看我們跳 對 那至少你在跳完這三round呢 我現在保守獎啦 因為依我 你知道就是依我的專業 你現在是在搭我的肩 對 確定有搭 我覺得 搭不太到 但我覺得你跳一組呢 你剛剛量你的安靜心跳是多少 我72啊 我覺得你只要跳一組就可以 四分鐘喔 你的心跳至少會超過130 嗯 你相信嗎 當然啊 你今天也不敢說不認真 我們就開始吧 分解動作口訣 第一個動作 前前打腳下 後後打腳下 前前打腳下 後後打腳下 第二個動作 雙手交扣 手碰膝蓋頭 注意動作時 膝蓋不能抬高超過肚脊 如果你是有五感的人 可以加上up down的動作喔 第三個動作 側身踩 側身踩 側身回 原地 抖抖抖 注意囉 要用屁股來發力 而不是用大腿的前側 側身踩 側身回 抖抖抖 放鬆 這樣 對 追手 PVER 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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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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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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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不等於對 所以很多人都會遇到就是 我很用力做啊 那為什麼不會瘦 為什麼 那為什麼很用力不等於你會瘦呢 是因為那個叫做蠻力 蠻力 對 這是兩回事 我們需要持久力 持久力 像剛剛呢 你就有一個 阿當的時候啊 你很容易膝蓋會超過你的肚臟 所以你就會比較用到 膝蓋還有腰的力量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要去up down 所以你要全身一起平均的帶動 對 你比較容易單臉施力 所以你就會很累 你會很累 但是你不會瘦 然後第二個呢 是你剛剛在做的時候啊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會很習慣性想要就是 左看右看妖我 工作不熟練啊 對 所以他就會受影響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就是每一天都要打 拍這個影片 早上也跳 晚上也跳 跳到軟腳 喔可以 因為一旦熟悉度被建立之後呢 你的動作的完整度就會被提升 動作完整度被提升之後呢 你整個人瘦下來的效度就會整個變快 簡單說就是多練習 有跳有保佑 所以每一天早上也跳 晚上也跳 那這個我們會比較建議在 早上可以跳 那晚上我們會建議 你不要在九點之後 因為鄰居會生氣 鄰居會生氣 另外一個交感太興奮 對 不好睡 一人睡不著 對 所以反而是呢 你就是在早上多少都沒有關係 但是晚上的九點之前 盡可能就要把我們今天 教大家的這個影片撬掉 那就會在一個 比較舒服的狀態下 好不好 那如果真的睡不著的話呢 頻道裡面有教大家 如何睡前伸展的小運動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沒錯 這個運動完也是要做伸展嗎 對啊 是不是 我們要繼續伸展了嗎 走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 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按讚留言 分享給更多想要一起 美型運動的朋友們 我們要跟大家說拜拜囉 拜拜之前要說什麼 今天鼓勵愛有話 Kimi爸是你的好阿妹 拜拜 拜拜